在8000公尺高空中飞行 世界最高峰 圣母峰景色尽收眼底 调望爵士高峰美景无价 但心脏绝对要够大 南非滑翔散好手 55岁的皮尔卡特 成为史上第一位 完成圣母峰合法滑行的壮举 极限运动员 意高人胆大 皮尔的终极冒险之旅 后的就是滑翔散 但是想在高山间 利用滑翔散飞行 得先克服高空气压 而且你不知道乱流 何时来搅局 持趟挑战 皮尔先跟着其他登山客 徒步登顶受母峰 在时速80公里速度 从海拔8000多公尺高空 花20分钟 滑行到5000多公尺的高乐雪 皮尔热爱登山 喜欢梦险 环游世界 一直是他的梦想 他在1998年 兴起用滑翔散 滑行七大洲最高峰的雄心壮志 皮尔在此之前 已经成功滑行五大洲的最高峰 现在完成清单 又多了一个圣母峰 目前只剩南极洲的文山山 就能完成七大峰壮举 皮尔距离实现梦想 只剩一步之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